這裡是我在台北的新的工作室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一起記錄一下 我們把這一間 把這一間小房間 打造成錄音室的過程 各位看到的這個小房間 它的長寬高是200x200x200公分 哎呀我這個人是有點孤僻啦 所以我喜歡在這個小房間裡面玩自己 我的錄音設備 然後呢 雖然這個時候提這個有點唐突 可是這個真的太重要了 我想這個時候的你應該已經猜到一半了 沒錯就是讓人猝不及防的工商服務時間 本影片是由Mayvoice贊助提供 感謝美聲吸音板 為我量身訂製了我的全新錄音室 他們從空間規劃到施工 為我打造了一個舒服又安靜的錄音空間 現在這個房間裡面什麼都沒有啊 就只有一台冷氣機 所以現在這裡面的空間音是很重的 地上這四箱 就是我們這一次要使用的吸音材料 待會呢你們會聽到另外一個聲音 它是我們這一次錄音室施工的 空間設計總監Peter 所以待會要是你聽到別人的聲音 可不要嚇一跳 嘟 嘟 師傅已經開始準備要施工了 這邊這個雷射光看起來也太炫了吧 它那台特殊的那個雷射光啊 它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在 我們的那個房間啊 常常有時候水平線跟垂直線不一定是對的準的 可能有一邊比較高 有一邊比較低 透過這個精密的雷射的儀器 它打在整個施工的天花板上地板上 它可以讓施工的過程當中 似乎貼起來的視覺效果是最美觀的 接下來就開始在牆壁上彈墨線了 這個畫面也讓我想到某一部電影 按照它的那個打出去的雷射 開始往它的基準點往外去貼 然後它一面貼會一面地看貼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一些誤差出現這樣子 其實這個新版呢 要自己DIY其實蠻方便的 我們只要準備好美工刀 導角器專用的雙面膠帶 就可以做DIY的施工在自己家裡 師傅那我們這邊這個冷氣機的部分 怎麼處理啊 切一個摸線啊 卡丁好了 這樣做比較整體 也會比較好看 師傅很厲害 他把每一塊都割得剛剛好 真的看得超療癒的耶 這邊這個插座的開關是 對喔 孔開喔 在鎖屋就會比較好看 他們都會看現場有沒有一些 像是插座啦 冷氣機啊 管線呢 或者是滑軌 讓整個空間施工起來的話 會有一個整體的美感在 好 現在是這四面牆都貼好了 然後用水平儀確認一下 它有沒有貼紙 對 接電話本要 中間點要抓出來 好 現在是這四面牆都貼好了 哇 好漂亮喔 貼得很整齊耶 光是這樣看就覺得 哇 這個施工品質也太讚了吧 牆壁上幾乎看不到接縫 因為考量到錄音需要 可能長期待在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在牆面的配色上 我們就選擇 眼睛上比較柔和的顏色 這個空間比較小 如果用深色系的話 會造成整個空間感非常的壓縮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淺色系 讓空間的視覺上 比較不會這麼的狹隘 這個畫面是我當初挑選的 吸音版色卡 下面是這個材料 在實驗室裡面得到的 吸音系數檢測 我選的是上面中間的淺陀色 做為牆壁跟天花板 還有下面左邊的月光灰 做為地板的材質 在裝燈的時候 我還請師傅幫我裝了一個酷東西 那就是可以遙控色溫的吸頂燈 這樣子一來 我的錄音的時候 整個環境的亮暗 還有冷暖色 都可以無階段的調整 嗯 浮誇得剛剛好 這個吸音版貼完之後 真的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平整滑順 不說的話還以為這是Minecraft 從這一面牆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施工正是做得蠻好的 像冷氣啊 插座啊 開關啊 都做得像是箱的牆壁上一樣 你看這個插座 經過了吸音版的鋪成之後 它成為了真正的插座 但是它還是把一邊的眼睛照起來 看起來相當中二 這個門框折進去那一面 也有貼上吸音版 可以說是做得相當細心 這個時候呢 Peter 跟我說 他需要我錄一段聲音 來確保我這個空間的反射 接著呢 我就在這個空間錄了一段聲音 大家好 我是星期天 我是一位廣告配音員 所以我很常接觸一些 需要用質感聲音 詮釋的商品廣告 其實質感配音的這個基調 我一直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定律 它的規則是這樣子 只要是聽不太懂的語言 加上廣告配音腔 就會成為充滿質感的東西 我這邊稍微示範一下 你們聽一下 這幾個你們應該都聽得出來 但是如果換成聽不懂的句子呢 怎麼樣是不是覺得完全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但是覺得好有質感啊 那麼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和你說一件事 你放屁很臭耶 所以任何一個句子 經過這個轉換都可以強制產生質感 我交了這段錄音檔給他之後呢 設計師都跟我講說 Volkswagen 不是 他說呢 雖然說因為吸音板採取的關係 已經減少很多的聲音反射 現在這個空間做到的吸音效果 他拿來看電影或是拿來聽音樂什麼的 都是很適合的 可是如果是要拿來做人聲的錄音的話 他覺得以我的嗓門跟這個正方形的空間 在我講話面對的那個牆壁 加上一個東西效果會更好 所以他們決定在我面對的這一面 架設一個吸音窗簾 這個其實也是很多現在外面錄音 是很流行做的方法 它可以保留一點點殘響 不會讓聲音變得太乾 所以他就帶著我去挑窗簾了 我們跟設計師約在這個地方 大家討論一下 怎麼樣把這個錄音空間做得更好 所以他是步調越厚 他聲音穿過去的時候 會被吸收的越多是嗎 對 對 主導會越多嘛 左上跟右上這兩個地方是 比較難去填滿這個指角的空間 沒問題 我覺得集中處理自己勉強就可以 因為他會同時身間 吸收我人聲的部分 然後也會是我拍攝的背景 這個是我都影視裡面的吸音版 它是淺陀色的 這邊的顏色都很舒服 不要那麼鮮豔 可是它又有一點顏色 如果你在裡面這樣比較舒服的話 我後來挑選是這個顏色 其實剛剛原本在幾個顏色中間在糾結 剛剛原本要挑這兩個 就這片跟這片 它其實是比較深一點 可是後來其實考慮到我的 這一整面牆都會是 整個飾演的這個顏色 所以我可能不要太藍色 可能會影響心情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這兩個在挑的時候 這個其實比較接近我現在的 太空迴的電腦 就我iMac Pro 對 那它其實也比較偏中性色 有一點 這有點50%50%的灰 剛剛想像了一下 這個可能會比較好 於是就在我講話的正對面 架設了一個新的蛇形簾 蛇形簾的意思就是 它這個軌道是蛇形的 前後的波浪是最大波浪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錄音需求 來調配這個蛇形簾要開多少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挑得很好 因為跟這個淺橢色的顏色搭起來 整體是很耐看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學測一下吧 待會呢 會有三段聲音給大家比較一下 第一段的話呢 會是我們還沒有貼吸音板之前的 就是牆壁是水泥牆的 那第二段呢 就是貼過吸音板的 天花板跟地板都貼過的 第三段呢 就是有加上窗碟的效果 像你們看到的這一個 是完全沒有貼任何東西的狀態 然後你們可以聽到 我的媽呀 空間音超級重 因為這是很空啊 然後牆壁是水泥牆 所以我現在講話的回音非常重 這個是貼完吸音板之後的測試 現在這個是有吸音板 然後加上窗簾拉起來的效果 然後加上窗簾拉起來的效果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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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講話就可以聽到 呃 我面對這個窗簾講話的時候 聲音是有被收掉很多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噗噗的聲音的 沒有那麼糊糊糊糊那糊來糊去的聲音的 其實如果你有戴耳機的話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來 聲音的尾巴收的比較乾淨一點 但是也沒有到很乾 現在我講話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空間音 但是聽起來我覺得是舒服的 好啦綜合以上的測試呢 不知道你覺得效果怎麼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效果真的好蠻多的 這個吸音版的特殊材料我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他們這個吸音版的材質聞起來不會有特殊氣味 經過SGS認證無甲醛無塑化劑 對於健康沒有危害 它除了是使用環保材質之外 它還有通過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的這個嚴苛的防焰測試 我們可以拿烹燈來實際燒它一下 所謂這些通過防焰測試的物品 它就是本身在接觸小火源的時候 它起火燃燒的引燃時間會比一般的物品更長 那如果已經起火燃燒的話 則是會延長火焰蔓延的擴大時間 或是會自己熄滅 而且它的材質很穩定 不會因為空間濕度變化 不像這種波浪型的吸音棉 那個都叫玻璃棉 玻璃棉就是它其實是會粉化的 它不會因為空間濕度變化 造成膨脹收縮或者是褪色之類的 其實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以前有些錄音室都是我要親自過去的 他們有的錄音室可以接受 我現在這間錄音室錄出來的收音品質 我覺得光這一點就已經證明這個吸音板的效果 其實是蠻厲害的 因為我沒有貼波浪吸音棉 我是貼這種很美觀的吸音板 可是呈現出來的聲音 卻是他們可以接受的耶 一般來說如果你要把聲音吸得比較乾一點 不要那麼多反射的話 通常都會在容易反射的牆面 直接貼滿整片的波浪吸音棉 而我今天只是用了追加的吸音板 再加上我對面用了一個吸音的窗簾 就達成了差不多的效果 再加上它這個吸音板有一個很特別的特點 就是它不容易傳遞熱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冷氣房的牆壁材料 它可以讓冷氣溫度更容易持久 它除了像我這種錄音室用之外 它也很適合Podcaster 或者是你要做樂器用的 你的琴房或是練團式 像現在這一張就是我這個設計師 他用這個材料幫別人做琴房的格局 做好的畫面 以上就是我的夢幻錄音室大改造 作為一個摘錄的小小的配音員 其實我原本是想說 我就是貼一個波浪的吸音棉 在我這個新的台北的工作室 結果沒想到可以跟Mayboys合作 他們從空間規劃到施工 正是為我打造了一個很舒服的錄音空間 它不僅是一個在收音上 效果讓我很滿意的空間 它也是一個我可以長時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工作 或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我要在裡面煮鋼彈什麼的 我都不會覺得有壓力 不管是聽覺上、視覺上 都做得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這方面需求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會把他們的相關資料 放在我的影片說明裡面 看完影片之後你覺得怎麼樣呢?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喔! 別忘了按下訂閱小鈴鐺 我是星期天,我們下回見囉! 美生 美好你的生活 為甚麼 你會不會有東西 我按下訂閱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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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